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菩萨,大家早上好 请坐 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文昌帝君音质文 文昌帝君音质文是一篇劝善的文章 那么在道家跟太上感应篇 跟这个官帝绝世真经三部书啊 都是流传极为广泛的劝善的经典 那么我们首先呢来介绍一下 这篇文章题目啊 这文昌帝君这几个字 文昌帝君一般世俗啊 称为叫文昌心 它是啊 天上的心绪 那么在道家认为 这心绪啊 都有神灵啊 主宰 那么文昌帝君 它是主宰 它是主宰人的功名 立路 官运 那么在民间呢 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啊 神灵 那么在过去 尤其是啊 读书人 如生 都会啊 拜文昌帝君 因为在过去啊 考取功名 可以说是读书人啊 唯一的出路 一旦考上了功名 这 这一个家的家境啊 就能大大改善 那么自己的 报复啊 也能够得以啊 施展 那么对于家族 子孙 那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 这个关照 那么因此呢 对于功名 就非常重视 那么文昌帝君 因为是啊 主宰 这个功名 因此呢 就备受啊 读书人的 尊崇 那我们 又读过啊 于敬毅公 遇造神记 这是明朝万历年间 于敬毅先生 他的故事 那么于敬毅先生 他也是读书人 那么他跟同乡的 这些好友啊 都是读书人 一起呢 建立了文昌社 就是专门啊 拜文昌帝君 依这篇音质文啊 来修行的 因为人 要广行音功啊 积功累得 他才能够有这个福报 考取功名 获得 利路 那么 文昌帝君 虽然呢 是被列入啊 道家 神仙 系统里面的 一位生命 可是呢 他并不是啊 传播 报数的 他主要呢 就是劝导世间人 广行音质 音质啊 就是音得 做善事 所以这篇音质文 通篇都是教我们 止恶修善 不仅是在行为上 要断恶修善 更要在我们心地上 在暗示 污漏当中 要懂得 规范自己 不可以产生恶的念头 那么 这一位啊 帝君 我们 可以啊 能够啊 肯定 他也是啊 佛教中里 所说的菩萨 那么 这个文昌帝君 话书啊 就是 讲他 历劫 历世 他的这些生平故事 那么他自己 最后啊 也是 遇佛授记 他也 在佛门中啊 得度 所以 我们肯定啊 他是一位 菩萨 所以 音质文 也是啊 菩萨的教会 那么 他 这个文章里 所说的 跟 佛法里 讲的 完全 相应 佛法 讲的是什么呢 诸恶 莫作 众善 奉行 自尽其意 施诸 佛教 这是 佛陀 教育的 这个 啊 总的 说明 那么 文昌帝君 音质文 不正式 教导我们 诸恶 莫作 众善 奉行 自尽其意 吗 所以我们 要把这篇文章 当作啊 佛经一样的 来学习 民国 初年 净土宗 十三祖 佛教的 太陡啊 映光大师 一生 就极力的 提倡 太上感应篇 文昌帝君 音质文 了凡四讯 这三部书 那么文昌帝君 音质文 有一篇呢 详细的 注解 是清朝 周安氏先生 啊 著的 那么周安氏先生 著了文昌帝君 音质文 占写了 另外啊 三篇 文章 第一个叫做 万善的信资 第二呢 是欲海回狂 第三 是西方直指 西归直指 那么这三部书 加上啊 音质文的 广义 一节路啊 这是详细 诸解 合起来 啊 称为啊 安氏 全书 啊 印光大师啊 一生 极力的提倡 这部书 为这部书 曾经两次 做了续文 我们 底下呢 会学习到 这续文里的一些片段 可见的 这部书 啊 这篇文章 确实是啊 非常非常重要 认真的学习 不仅能够使我们啊 啊 这一生 这个断恶修缮 破迷开悟 转返成圣 而且能够啊 帮助社会 苦难的众生 从 迷雾啊 这个 这个迷苦当中啊 回头 也是能够离苦得乐 帮助世间呢 消灾免难 那么 这个文昌 他在道家里啊 说这是心宫的名字 啊 他属于啊 紫威环 他包括 有六个心 那么这个 在 实际里面呢 也有记载 说这个 文昌宫六星啊 第一个叫上将 第二叫次将 第三叫贵相 第四叫私命 第五叫私中 第六啊 叫私路 那么这些心宫 都是天神居住的地方 那什么人能够去做天神呢 一定都是啊 这个 正知正见 正直的 这些 人呢 能够 升天 做天神 所以 在世间的 精英 圣贤 他们 这一生啊 结束以后 都升天 做这些天神 那么在佛家里面 对于天的描述啊 非常的详细 说我们这个天 天道 有很多层 总共是28层天 在玉界 有6层天 在色界 有18层天 在无色界 也有6层天 这个无色界 有4层天 总共是28层天 那么 这里的天神 多半呢 都是啊 玉界天 那么 玉界天 这个 刀立天主 佛法里面呢 称为是 尸体还阴 那就是 地势天主 那么一般 在民间 道家里啊 都称为是 玉皇大帝 儒家 称为是 黄皇上帝 虽然叫的名号不同 都是指 同一个人 那么这位天主 掌管着 整个啊 这个天道的 这刀立天 底下有四王天 这个大权 那么也 包括 人间呢 这个 善恶 这些 命运呢 都由 他们来 主宰 那么 文昌 这个 神呢 他是 玉皇大帝啊 底下的 一位 府城 就好像 我们世间呢 这皇帝 底下有 宰相 有各种 大臣 文昌 是他的 府城之一 那么 每一位 神明 都有他 主掌的 这个 权力范围 那么我们 人间 所行的 善恶 通通都受到了 天神的 监察 我们讲啊 巨头 三尺 有神明 这个 这是真理 这天神 很多很多 各有 所主 那么如果我们 造恶 就会啊 受到 神明的 谴责 和惩罚 如果我们 行善呢 就会得到啊 神明的 奖赏 那么 这些 惩罚和 奖赏 实际上 都属于 这个 行善 行恶人的 因果 佛法里 讲的 非常的 透彻 这个 善 有善报 恶 有恶报 因果 报应啊 是丝毫不爽 这些 报应 其实 也不是 这些 神明 降下来 是这个人 行善行恶 自然的 感应 就如 太上 感应 片里 讲的 祸 福 无门 为人 自招 善恶之报 如影 随行 那么 天神 这个 天地 他们 其实就是啊 根据 人 所做的 善恶啊 加以啊 这个 判决 啊 他是啊 来执行 法律的 这些人 就好像 世间人 如果犯罪了 那么 由法官 来判决 还有 执行的人员 来去执行 那么 这个人 他自己 有他的因果 犯了罪的 他就该 受到恶报 如果他 没有犯罪 那 这些法官 不可以啊 妄加 罪名 那 所以 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就知道 这个 能不能够得到啊 好的 报应 就完全取决于自己 不是啊 光求神 拜佛 就可以得到的 那 还是啊 像文昌帝君 教导的那样 要 广心 英智 要 积功 累得 才会有 好的报应 那么文昌帝君的 前身 根据啊 这道家 经典的 记载 是 叫做啊 这个 子 子 童神 那么 子是 商子的子 木字边 一个心字 童就是 三点水 一个儿童的童子 子童神 这是啊 文昌神的前身 那么 根据啊 记载 这个 帝君 他 最后一世啊 是在 晋朝 出生的 他姓张 名字叫做亚 张亚 那么 他后来呢 迁居到 四川 那么就在 子童 这个地方 居住 四川 现在还有啊 子童县 那么这个 后来呢 得道 就在那边 成仙了 那么 这个子童神啊 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实际上 文昌帝君 他是生生世世啊 都在修行 这个 这个音质文 开篇就说 五一十七世啊 为世大福神 这一十七世 也是一个啊 这个概略的说 其实 他生生世世啊 不只是十七世 都是在修行 都是在积德行善 就在 周朝的时候 啊 这个有记载的 啊 帝君 最早在周朝 他也是诞生于张家 啊 这姓张的张家呢 是皇帝的后裔 啊 这我们师父上人呢 啊 现在还保留着 他这个 徐家的家谱 啊 这徐家家谱记载呢 啊 也是皇帝的后裔 啊 我们师父 啊 金空老法师 是皇帝的 第136代孙 啊 这可见的 中国的这个家族史啊 啊 记载的这么完备 啊 他的家谱啊 啊 我看过 金庄本 印了6册 啊 这么厚的 总共加起来 6册 啊 真的 从皇帝到 现在 这一世 总共136世 每一世的 这个 啊 每一家 儿孙 姓什么 叫什么 出生年月 还有主要的 简单的历史 都有记载 啊 那么帝君最早的记载是说 周朝 啊 那么他的父亲 有一天呢 这个在 仓号这个地方啊 啊 这个 祈求 啊 祈求什么呢 生贵子 结果呢 就生了帝君 所以帝君呢 他出生 是在啊 这个 周五王 即四岁 在周五王年代 啊 那我们知道 这个 五王 他是圣王 他的 弟弟 是周公 啊 那么五王的儿子 成王 是周公啊 辅佐 那么帝君 当年 在这个 出生以后啊 长大了 就在周成王 手下 做一个辅尘 啊 还协助 周成王 啊 协助 周公 来治理天象 啊 那么这个 他的故事里面呢 都有记载 我们以后啊 会讲到 那么文昌帝君 在这历史上啊 实现了很多次 而且呢 多数啊 都是投生在 张家 姓张 这跟张氏 有缘 那么到 这个啊 晋武帝 这个时候 晋朝武帝的 那个时候呢 记载当中说到 帝君 出生 是在 农历的二月初三日 那么 所以以后呢 把农历二月初三呢 就作为文昌帝君的圣诞 那实际上 文昌帝君呢 在这个历史上啊 生生世世的这个 啊 轮回 啊 献身 如果算起来 是哪一天 不是文昌帝君的生日 那这个用 农历二月初三 作为一个表法 啊 是以这个晋朝的 他的这个 啊 世现身呢 作为 他的生日 啊 那么 在 帝君 投生 这些人家 啊 他们 出生 大多数啊 都是以 世大父神 啊 就是知识分子 啊 那么所以啊 这个上帝啊 知道 帝君呢 对于这些知识学问呢 很有研究 啊 不是一生一世 生生世世啊 啊 都是啊 学儒 学道 所以呢 就命他来主掌 知识分子的 共鸣利路 啊 所以称为他是啊 文运之神 那么后来 把他称为是啊 文昌帝君呢 这是元朝时代的事情 啊 这是元朝 仁宗皇帝 啊 在 延幼三年 也就是公元 1316年 将子童神 啊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文昌神 加封啊 这个封号啊 叫做 辅元 开化 文昌 思路 红人 帝君 啊 就简称啊 文昌帝君 那么这些都可以在啊 道帐里面啊 查到 那么 因为紫童县啊 这是四川省的紫童县呢 他可以说是文昌君的一个祖庭了 啊 那里 这个有一座七曲山 那么上面呢 有建了文昌宫 这个文昌宫可以说是啊 主庙 那里面呢 供奉着啊 文昌帝君的神位 那神像 那么 这个历代啊 全国各地都建立了文昌宫 文昌阁 或者是文昌祠 文昌庙 都是啊 来遵从这一位啊 神明的 那么 这个文昌帝君呢 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了此地 后头我们还要详细的介绍 他这个轮回当中的故事 那么下面讲这个音质 这经这个文体里面呢 音质 音质这两个字啊 那么音质就是音得的意思 什么叫音得呢 假如我们做善事 别人呢 都知道 都赞叹你 都这个表扬你 讲赏你 那么这个不叫音得 这叫扬得 因为呢 你的好名声啊 都已经传播出去了 大家都知道你了 那么这个也是善报 你做的善事 马上就报了 所以呢 后头就没有了 那么真正聪明的人 不求啊 这些美名 他求的是音得 做善事 不要人知道 做了这个善事 没有人知道呢 是不是没有报应呢 不是 报应更多 这种善呢 就叫音得 古人讲啊 应得 舔报之 天来给你报 这个报应 就更加的丰厚 不仅我们自己 来生来世 得到善报 那我们的 这一世的子孙 乃至啊 世世代代的子孙 都能够啊 得到好的报应 所以这个是啊 自立 也是啊 立家人 这样的一个 就叫应得 那么文昌帝君 在这篇文章里面啊 劝我们要广行应得 这才是真实的功德 那世间 那个人呢 你看他们都 知道 这个善于人之啊 不是真善 恶恐人之呢 则是大恶 我们行善积德 如果还有个心 想要别人知道我在行善 知道我在帮助人 那这个还有那种 图报的心 还有出名的欲望 这个善就不是真善了 这个善里面夹杂子 不善 什么是不善呢 贪 有贪欲的心呢 这种善就不纯了 那么恶 如果我们行恶 我们不要怕被别人知道 因为我们造恶了 被人知道了 马上呢 就有人批评我 毁谤我 侮辱我 惩罚我 我的这个恶报 现前就爆掉了 以后就不用再受恶宝了 如果造恶 还要去隐瞒 还要闻过是非 怕别人知道 那这叫做大恶 这是罪上加罪 你看弟子规律也讲 这个唐掩饰 争以鼓舞 你有错了 不肯改 还要掩饰 这是错上加错 而且是大错 所以我们的善 不要让别人知道 我们的恶 不怕被别人知道 我们下狠心 改过自信 断恶修缮 这就是广行音质 那么自然感动天地鬼神 所以这篇文章 教导我们 确实是 这个修行 入道的 重要的基础 我们师父上人 要我们 落实三个根 儒之根 是弟子规 道之根 是太上感应篇 佛之根 是十善 是十善 叶道经 那么文昌 帝君 英志文 他也是 道家的 经典 他是太上感应篇 的一部 非常好的 辅助教材 跟感应篇 讲的 可以说是 异曲通工 两篇对照 学习 相得 一章 他跟感应篇 讲的是 一个道理 所以两篇文 是一不是二 我们需要 认真地学习 扎好 这个 善的根基 那么 这一生 得到的是 幸福美满 那么修学 佛法 也能够 一帆风顺 因此 不能把这篇文章 看成是 外道典籍 要把它作为 佛法 来认真学习 那么当年 印光大师 曾经 大力 提倡 流通 这一部 经典 做过两篇的 序文 都是为 周安氏先生 这个安氏全书 所做 那么 安氏全书 他的 上半卷 就是 这个 文昌帝君 英志文的 广义揭露 那么就是讲到 这个详细的解释 这篇文章 那我们呢 抽取 印光大师的 这个序文的一些片段 来学习 那么 印族 做过 两篇序文 那么 第一篇 做的是 这个 这个在 光绪 雾身年 1908年 做 当年 印祖 是48岁 十年以后 又做了一篇序文 可见的是 这两次流通 当中 所做 那么第二次 是在 民国 七年 1918年 印祖 58岁 那我们先看呢 他后头的 这篇序文里的 一个片段 他讲到 又欲同仁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应将文昌帝君 英志文 降假 注释 这是讲到 安氏先生 那么 安氏先生 为 文昌帝君 英志文 做注解 目的 就是为人 为了帮助人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断恶修善 必日用云为 居心行事 大耳 治国 安明 小耳 一眼 一念 贤 被 法界 所以 这一部 文昌帝君 英志文的 广义 揭露 是安氏先生 从 道藏 特别是文昌 画书 这部书里面 截取出来 能够使人 在日用云为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 居心行事 就是 起信动念 言语造作当中 能够 帮助人 回头 大耳 治国 安明 大的方面 可以帮助 和谐社会 和谐世界 安定民心 这个社会 为什么不和谐 世界 为什么会乱 民心 为什么不安 就是因为 缺乏 伦理 道德 因果的教育 所以 所以 百姓 百姓 没有 仪归 行为 没有标准 所以 就会 使人 任意 妄为 我们说 胡作 非为 为什么呢 他不懂得 什么是 善 什么是 或者是 他不知道 有报应 他就 敢造恶 懂得 这些 报应 他就 自然 收敛 所以 伦理 道德 教育 使人 始于 作恶 因果 教育 使人 不敢 作恶 那么 英智文 这篇文章 是集 伦理 道德 因果 于一体 可以 安定 社会 所以 应该 大力 提倡 那么 小儿 一眼 一念 这是 对我们 修身 正心 而言 小的方面 乃至一句话 一个念头 都知道 有因果 凡事 都有因果 哪怕 动一个念头 这就是因 那果报 就已经注定 那我们学佛 我们知道 宇宙是一体的 宇宙是全息的 什么叫全息呢 我们讲全息照片 这全息照片的特点 就是你拍照 拍下一个人像 比如说把我钟茂孙拍下来 这幅照片 那么你把它剪开两节 然后再把两幅照片 用激光打出来 发现 两个照片 都是完整的钟茂孙 在每个 每一个半节 剪开两节 变成四节 四节 每一节里面 都有完整的钟茂孙 无论你怎么样子 去分割 每一个部分里面 都含有整体 这是全息照片 那么我们的宇宙 也是这样 这个每一个小的部分 都含有宇宙的全部信息 这就是华言经里讲的 一微尘理由 无量法界 那么一个念头 一个念头也周边法界 也含荣法界 所以我这一个念头不正 那就对这个宇宙 影响就太大了 整个宇宙都受我影响了 那我这一念 就变现出啊 这自己的一个宇宙 如果是善念 这宇宙就善 如果是恶念 这个宇宙就恶 贪嗔痴的念头 就变现出三恶大王 所以怎么可以不谨慎呢 怎么能认为说我这个念头随便起 无所谓呢 不行 一定要收念 贤 人被法界 细存归鉴 这就是啊 要戒慎恐惧 要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 起心动念 那么每一行 每一动 都要啊 以圣贤教诲作为借鉴 对照自己的心情 符不符合圣贤教诲 如果不符合圣贤教诲 马上把它改过来 一教奉行啊 印竹又说 由自古圣先贤之主敬慎度 正心诚意 不致图存空谈而已 所以文昌帝君 印之文 能够帮助我们 效法古圣先贤 那种主敬慎度 主敬 这就是讲 我们纯心 要成敬 慎度 这是啊 一个人的时候 都要啊 认真的 啊 规范自己 保持我们的 沉静之心 那 因为 当一个人 独处的时候 往往啊 他的这个毛病息息啊 就 控制不住 那 因为没人看见他了 啊 他就开始又放肆了 那 放逸了 真正啊 这个 用功夫 就在自己 私居 独处的时候 还能够保持 跟在大众当中一样 啊 就好像啊 众物魁魁之下 不敢了 任意妄为 儒家也讲了 十目所示 十手所指 君子 胜其毒也 我们 这个 私居独处 都好像啊 有十只眼睛 看着我们 十只手 指着我们 哪敢了 乱来了 要顺度 啊 正心 成义 这是大学里 讲的 正心 心要正 正直 成义是义啊 要成 大学里面 是为成 这是清朝 曾国藩先生 他读书笔记里 给成字下的定义 一念不生的时候 这就叫成义了 那我们这个观察自己内心 妄念纷飞 为什么不能成义 原因啊 就是前面的格物 置之啊 没做好 格物是啊 格除自己的物欲 把内心当中啊 对一切 这个境界的探主 放下 这叫格物 这个物欲 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重习气 不是啊 真刀真枪的跟他格斗 你战胜不了他 所以格字啊 就是格斗啊 跟物欲格斗 把物欲降服住 不让他起来 这个格物的功夫啊 才得利 那么置之 就是你啊 明白道理 你 认知了真相 知道 这一切法 金刚经理讲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应作如是观 都是 这个 所有的境界 都是啊 了不可得 那无所有 必尽空 不可得 你能看得破 这叫置之 看得破 你就能放得下 放得下是什么呢 放下物欲 放下自己的贪嗔吃慢的习气 这叫格物 所以格物和置之 相辅相成 我格物了 就帮助我置之 这是放下 帮助看破 那么看破呢 就置之啊 帮助我们放下 帮助我们格除物欲 格到最后 这一切境界线前 都不动心 这个义就成了 成义之后啊 心也就正了 心正了之后啊 身也就修了 家也就齐了 国也治了 天下也就平了 天下平就叫做和谐世界 不仅我们这个世界能和谐 宇宙都和谐了 所以啊 和谐世界重新做起 整个宇宙的太平 全都是自己 要在异地上去用功 这就不是空谈了 这是你要真干 所以文昌帝君英志文 就帮助我们真干 他里面所说的这些道理 我们认真学习 对照自己的心性 看看文昌帝君 他的存心是什么样的 我们要效仿 那么印光大师第二篇的续文 这是他十年以前48岁所做的 他讲到 文昌帝君 于肃世中 心敦五常 供奉三教 自行化他 唯欲止于至善 这是印族赞叹的文昌帝君 他在素世之中 就是多生多世以来 心敦五常 供奉三教 这个五常 就是儒家讲的 仁义理智信 这是圣贤的存心 那么文昌帝君 他的心 跟仁义理智信 相应 儒家讲的五常 就是佛家讲的五界 这是相通 你想人 这个跟佛家讲的不杀生相应 义 这是不偷道 理是对应不邪淫 智对应是不饮酒 饮酒就没有智慧了 信对应的不妄语 所以五常五界 这个名词 素语虽不同 其理意也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那么文昌君 努力的在落实 这个五常五界 供奉三教 三教是儒是道三教 三种教育 这个教不是指宗教 而是教育 儒家 道家 佛家 都是教育 不是宗教 宗教里讲的上帝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但是教育里面 是讲老师跟学生的关系 所以三教圣人都是老师 他教导的学生 自称为弟子 如是道 都称自己是弟子 这学生都是自称弟子的 没有自称儿子的 从这个称呼上 我们知道他不是宗教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如是道三家的 教训的目标 都是让你成就圣贤 比如说佛 佛是学位的名称 这个每一个修行人 按照佛所指明的道路 来修行 都能够成佛道 所以佛不是唯一的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那么如你讲的圣人 也是啊 人皆可以为遥顺 这是孟子说的 遥顺 这是圣人 每个人都能够成成就的 道家里面 讲每个人都可以成使命 都能成仙 文昌帝君 他本人就给我们呢 做出最好的榜样 文昌帝君 他原来也是人 那他是从人修成神 所以啊 这通通都是教育啊 每个人都能够成神 每个人都能成佛 每个人都能成圣 这个在宗教里啊 没有这么说 你像基督教 天主教 他不可能说 每个人都能够做上帝 不行 所以他是宗教 这里的三教 是教育 自行化他 这个自己努力的落实 是圣贤教会 是圣贤教会 画他是教化他人 那么这个画 比喻教字要更好 为什么呢 叫啊 这好像是说教了 要知道教育的效果 这个是言教不如身教 深教能够感化人 所以化他 这是从结果上讲 他真的转化了 这教育达到效果了 而要达到效果 最重要的 是老师自己要做到 就像在我们师父家乡 卢江县汤池镇 文化教育中心 他们的老师们 在做这个和谐社会的 这个工作 就用啊 儒家弟子规 来教化老百姓 结果两年之内呀 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和谐社会呀 礼仪之邦 是可以落实的 那么 这个化他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主要就是因为 这些老师们 真正在立行 他们真正要把 第四规做到 才能够啊 有教化别人的效果 所以自行化他 这是合在一起讲的 没有自行 就不可能化他 那么 真正自行圆满了 化他也圆满了 所以 至于至善 至于至善 这就是啊 圆满了 善圆满了 为什么呢 自己 行 圆满了 化他也圆满了 所以下面讲 公告得住 遂得执掌 文衡 是帝君 既功累得 非常 作主 因此得到啊 上帝啊 玉皇大帝的赏识 啊 命他来执掌 文昌府 啊 主管 人的 这个文运 功名 下面说 孔末学无知 媚己 永结 常驻之性 啊 文昌帝君 啊 他所忧虑的 都是啊 众生啊 众生之极苦 来源于什么呢 来源于无知 没有智慧 不明了宇宙人生真相 所以才妄造恶业 虚受啊 果报 所以文昌帝君 怜悯这些啊 无知的众生 这些众生啊 媚己 永结 常驻之性 这个媚 是不明了 不明了自己 有永结 常驻的真性 我们人都在轮回 这个轮回呀 一世一世的生死 那是身体的生死 啊 身体 是不能常驻的 啊 那么除了身体以外 我们还有心性 还有真性 这个才是真我 啊 这个真我 是永结常驻 他不会呀 生死 所谓不生 不灭 常驻 真心 六祖慧能大师 悟到以后 他说到 何其自信 本自清静 何其自信 本不生命 何其自信 本无动摇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这个自信 它是不生不灭 那这一个以后 优优独播剧场上 未经济